同学们不要说不字 苗仔 下诗 什么回事 老师呢 老师不知道去哪了 苗仔 下诗 大宝去哪了 大宝呢 就是 大宝弟弟又去哪了 我想想 刚刚大宝说了一句 我知道了 怎么了 老师在小时前说了什么 你们还记得吗 说了 我想起来了 是那个字要得过 哪个字 就是那个字 我写给你们看 不 苗仔 下诗 白宝弟弟 白宝弟弟怎么粘出来了 看来就是这个字要得过 白宝弟弟 你现在知道了吧 我知道了 放心吧 雪儿 出来吃饭了 看尝尝爸爸妈妈给你做的红烧肉 太香了 还有排骨汤呢 雪儿 你要喝汤吗 不喝 鸭嘴 下诗 雪儿 雪儿呢 白宝 白宝 白宝弟弟怎么了 白宝突然就消失了 兄妹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黄宝妈妈 白宝弟弟消失前说了什么 白雪说她不喝汤 糟了 黄宝阿姨小心 瞄准 消失 黄宝 黄宝的 这是怎么了呀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呀 兄妹 你知道什么吗 快告诉我 黄宝兄 其实眼睛老师 大宝 贝尔迪他们也都消失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兄妹 你快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 事情是这样的 太奇怪了 兄妹 这件事小精灵知道吗 应该没有知道 要是小精灵知道的话 一定会阻止这种事发生的 兄妹 我们走 去找小精灵 嗯嗯 什么 不能说不字 糟了 小精灵 你怎么没消失 就是啊 我怎么没消失 王后他们一说就消失了 这其中一定有古怪 难道是我们离开了 童话王国的原因 兄妹说的有道理 小精灵 你去我们王国看看吧 好 我们走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童话王国 让我试试说出那个字 不要 小精灵 这次你一定会消失的 你别说 是啊 你要是也消失了 谁来帮我们的 别担心 我是有魔法的 不 瞎准 消失 我已经说了 别说那个字 国王 兄妹 我又回来了 太高了 小精灵 你怎么回来的 快把我的雪儿 和王后也一起带过来啊 我能回来 是因为他的魔法 碰到我的魔法就失效了 国王 别着急 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怎么回事 是他 我你凯琳 我 我怎么出现在这里 小精灵 你要干什么 我还要问问 你要干什么 凯琳 你说 你为什么要给童话王国 是不自魔法 我没有 还说没有 每个人对魔法 都有自己专属的味道 我已经检测过了 就是你试的 算你厉害 是我 怎么样 你快让魔法消失 让大家都回来 我可以让魔法消失 魔法消失 但是 我不会让他们回来的 你这么厉害 你自己找啊 你回来 小精灵 你是不是也没办法呢 我想想 我一定要找回家 大家在这里 爸爸 我们回来了 土地宫 这是 他们被魔法变到地下宫殿了 我把他们给你带回来了 多谢你了 土地宫 孩子们 要是以后再遇到奇怪的事情 记得一定要及时去找我 我会保护你们的 嗯嗯 知道了 点赞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